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大眼睛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 日本新任首相史破茂的上任 将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内政改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位前防卫踏成的强硬立场 特别是在处理与韩国、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上 无疑让大家充满期待与疑惑 谁驻石破茂的上台 各界专家如希拉、史密斯博士、田泽游记女士 和卡特林·卡茨博士将深入分析她可能采取的政策走向 希拉博士将帮助我们理解日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内部政治动态 而田泽女士则会探讨石破茂如何平衡与美国的关系 尤其是在当前亚太战略的背景下 卡茨博士则将从韩国问题的角度 分析石破茂的外交政策可能引发的地区紧张 此外石破茂的内政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她如何应对日本老龄化社会与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 将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政府的支持率 总而言之石破茂的上任 预示着日本政治新篇章的开始 她的决策将不仅影响日本 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日本的政治剧场中 一位星星正软软升起 她就是刚当选自民党领袖的石破茂 这位前防卫前防卫大臣即将以首相的身份 主导日本的外交与内政方针 引发了全球关注 石破茂的政策将如何影响 日本与韩国、中国、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成为了各界专家们热议的焦点 为了深入了解这一话题 马克利普特邀请了多位专家 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希拉、史密斯博士 斯廷森中心的田泽尤季女士 以及CSIS的尼古拉斯、赛成尼和卡特林·塔茨博士 分享他们的见解 希拉、史密斯博士 以及专注于亚太地区的研究助餐 尤其是在分析日本的政治与外交政策方面 拥有多部权威著作 她认为 石破茂在防卫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加剧日本与其邻国的紧张关系 特别是在面对中国崛起时 日本内部的政治动态将变得更加复杂 她的观点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还常出现在美国和亚洲的主要媒体上 为观众提供深刻的分析 天泽由季女士 则以她在美日关系方面的独到见解而闻名 曾任职于CSIS的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 她对于两国的外交政策有助深厚的洞察力 她指出 石破茂的上润对于美日同盟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 随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点逐渐转向中国 日本在印太正义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能否在保护日本利益的同时 稳固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将是考验其政治智慧的一大挑战 塔特林、塔茨博士则从韩国问题的角度分析 石破茂的外交政策 作为CSIS韩国主席办公室的非驻外研究员 她强调石破茂在处理历史争端与领土问题时 可能会采取更为坚定的立场 这在过去曾引发过地区紧张 特别是2012年10任首相也添加艳坊钓鱼岛的事件 再一次浮现在人们的记忆中 如果石破茂选择采取类似的举措 可能会引发新的外交摩擦 对地区稳定构成挑战 石破茂除了在外交政策上面临重大挑战 它在例证方面的表现也备受期待 日本正面临老龄化社会和经济增长法力的双重压力 石破茂是否能够推动经济改革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 过去的经验显示 成功的经济政策通常能增强政府的支持率 而失败则可能使其失去公众信任 石破茂必须在政策制定上谨慎行事 以应对这些对日本未来至关重要的挑战 石破茂的上润被视为日本政治的崭新篇章 它的决策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产生深远影响 随助全球局势的变化 它面临的挑战不仅限于国内 还涉及到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各界对于它的期待与关注 无疑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热议话题 专家们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多角度的深入分析 使我们对石破茂的未来政策走向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无论是国内的经济改革还是外交政策的取舍 石破茂的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日本的政治舞台上 随着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当选自民党领袖 并即将成为新首相 各界对其外交政策和内政措施的影响充满期待 石破茂作为政治家 以其强硬的防卫立场而闻名 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的议题上 这可能会对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外交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际关系方面 日本与邻国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 一直是区域稳定的潜在威胁 例如2012年时任首相野田佳燕访问钓鱼岛 导致中日关系一度紧张 石破茂若采取强硬立场 可能会引发类似的地区紧张局势 与此同时石破茂面临着如何在日本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挑战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重心的日益向中国倾斜 日本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石破茂是否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 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将是他执政初期的重要考验 除了外交政策 石破茂的内政政策 尤其是经济改革措施也备受关注 日本面临严峻的老龄化社会和经济增长乏力问题 石破茂如何推动经济改革 将直接影响日本国内民众的生活质量和政府支持率 总体来看 石破茂的上任标志着日本政治的一个新篇章 它的政策决策将不仅影响日本内部与邻国之间的关系 也将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影响 多位专家如来自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希拉、史密斯博士、斯廷森中心的田泽游记女士 以及CSIS的尼古拉斯、塞层尼和卡特林、卡茨博士 均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为外界提供了多角度的分析和预测 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 石破茂的外交与内政方针将持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在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政治舞台上 石破茂的上任可谓是掀起了日本政治界的一场风暴 他这位前防卫大臣以坚定的军事立场和鲜明的政策主张而闻名 无疑成为了美光灯下的焦点 随着他成为自民党的新领袖 大家纷纷猜测他对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 特别是在面对韩国、中国和美国等邻国时将采取何种策略 哎呀,这可真是个烧脑的国际关系难题 希拉、史密斯博士这位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太研究大解大 对此有着相当深刻的见解 他的著作《可谓学界的宝贵资源》深入探讨了日本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内部政治变迁 这让他的观点在学术界和媒体圈内都备受推崇 他指出,石破茂的外交政策可能会让日本在面对中国和韩国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这一点让人不禁想起2012年野田嘉燕访问钓鱼岛时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 石破茂会不会重蹈覆彻呢? 这可成为了大家的热门话题 至于田泽游记女士,她可不是好惹的 作为斯廷森中心的东亚计划高级研究员 她在中美日三国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智囊角色 过去在CSIS和日本驻美大使馆的经历让她对美日关系动若观火 石破茂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找到日本的定位 毕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心思,大家心里都有数 石破茂能不能平衡国家利益与美日合作 这考验着她政治智慧的极限 另一方面,卡特林、卡茨博士则从日本和韩国的角度切入分析 她指出,日本的外交政策在韩国问题上将继续面临挑战 韩国与日本历史问题的纠结,这可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而石破茂在防卫政策上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让日本与韩国在某些领土问题上再度擦枪走火 唉,都说邻居之间要和睦相处 可这两国间的恩怨情仇,还真是不容易解开 当然啦,不仅是外交,石破茂在内政上也有一堆的麻烦要处理 她面对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社会和增长乏力问题 直接关系到日本民众的福祉 过去的政府都被这些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石破茂能否交出一份让选民满意的答卷,这可得拭目以待 总地来说,石破茂的上台无疑为日本政治书写了新的一章 她的每一个决策,不仅影响着日本的未来 也将在亚太地区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各界的期待与关注,让她的政坛之旅充满了戏剧张力 无论如何,她的前景将成为国际话题的焦点 让我们一起看这位新首相如何在这复杂的时局中驾驭风浪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Ryu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王子是Ryu2 我有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这些字幕是Ryu2 有请介绍的订阅,并且在这些订阅中驾驭风浪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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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